我们看到五十六页立体二的第二小题 这边 来 五十六页立体二的第二小题 那这一题比较 算是要注意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来口头讲一下 昨天已经稍微提了一下 更好三加一的负三次方 乘上更好三减一的负四次方 这个问题为什么特别强调一下呢 就是说他这里更好三加一 还有一个更好三减一 所以这两个注意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两个数字 然后负三次方跟负四次方又不一样 所以这题比较啰嗦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原则上 把这个负三跟负四调成一样 调整成为一样的就对了 那么调整一样的之后 再把更好三加一还有更好三减一两个 把它怎么样盛起来 把它盛起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先把后面的这个更好三减一的部分 更好三加一的先没有动的 我们先照抄 然后我们把更好三减一呢 也去调成负三次方 也去调成负三次方 那么简单讲就是把这个负四去拆开来变成负三又负一 所以我们再多写一个更好三减一的负一次方 所以这个动作请注意 就是说我们让前面这两个都是负三次方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这样子可以把这个负三次方拿出来 让更好三加一和更好三减一去做一个什么相乘 去做个相乘 否则原来这两个是次方不同的时候 你不能直接乘 但次方改成一样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不同的底数去做个相乘 好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再去做这个相乘的部分 我们就变成是更好三加一 所以老师写慢一点 更好三加一 去乘更好三减一 这个整体的什么 变成是有一个负三次方 有一个负三次方 那后面还有更好三减一的负一次方 更好三减一的负一次方 这样的一个部分 这样一个部分 那这样我们做这个两个相加乘 两个相更好三减一之后 我们按照国中的A加B乘A减B 去做成A平方减B平方的一个 乘法公式的一个应用 所以我们可以在旁边做一下就变成是 这两个的相乘就变成是A平方 减掉什么 B平方 就变成3减一会等于多少 2 会等于2 所以这个时候里面的部分会变成2的负三次方 2的负三次方再去乘上更好三减一的什么 负一次方 会变成2的负三次方 再乘上更好三减一的负一次方 所以为什么说这一题比较啰嗦一点 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之后呢 本身2的负三 2的负三这当然在做 我们负指数变成是导数 这个永远不要忘记 它会变成是八分之一 那后面这一项的话呢 变成更好三减一的一个导数 对不对 我们这时候才把 这个负三次方 转成一个导数关系 那么更好三减一的话 负一次方就写成一个 也是一个导数关系 那这时候 更好三减一 在分母 我们再去做一个所谓的叫做 那个有理化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我们再去做 有理化乘上更好三加一 分子也要一起乘 所以这个部分又回去 做我们的有理化的部分 有理化的部分 那所以变成八分之一 那这个分母 又回来更好三减一 更好三加一 就跟刚才这两个相成的结果是一样 所以它一样会等于二 这个结果一样会等于二 然后呢分子 更好三加一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把它 乘起来 16分之更好三 加一 16分之更好三加一 所以这个问题比较算是 在做的时候 不但要做到我们的 指数的一个 次方的一个处理 把负三负四四方调整成负三负一之后 让这个负三四方拿出来 把更好三加一和更好三减一 不同的这个底数去做相乘 那乘完之后 我们再去做所谓负指数 变成导数的一个什么计算 负指数变成导数 1%更好三减一 也是一个导数 那所以再配一个 有理划分的 所以这一题比较 啰嗦一点 大家看到五十七月的上面这边 五十七月上面这边的话 它的一个滑减上面是比较 这个要写多一点 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特别注意 不要看起来说 更好三加一更好三减一 看起来一样 这个就直接去承担 对 来我们请看到下面的 那个练习的部分 五十七月的 练习的部分 第一小题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要找同学一起帮忙回答 大家一起做 我们看到五十七月下面的时候练习 五十七月下面的练习 二的负三的零次方 这边写错 负三的零次方 二的负三的零次方 再来二的负三的一次方 加上二的 二的负三的一次方 再加上 二的负三的平方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第一小题这边 他说有一个二的负三的零次方 二的负三的一次方 二的负三的二次方 问我们说这样子三个把它加起来会变成什么东西 加起来变成什么东西 那我们要找同学一起来做一个回答 做个回答 我们这个就找一个随便找一个 来我们找一个 今天是十月的五号的 来我们的五号 许志焉同学 许志焉 听到请回答 来你看到这个问题你会想到怎么做 先 他们下面就把它加起来 所以是 先做加法是不是 不是先做成法 你加法要先哪里加 没有称法可以 可以啊 好 OK 那你看你要怎么称 所以是先解前面的负三乘零 所以变成多少 变成一 是一是二 二的零次方 二的零次方 好 那后面呢 对 然后加那个二的负三 二的负三 后面二的负六 二的负六 好 那再来呢 然后把它加起来 会变成 所以第一个是多少 第一个是一嘛 嗯 对 再来呢 二的负三是负八 负八吗 确定 对 二的负三 三 哎不是负 负八分之 哎不是负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不要紧张 来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这个 所以这个真的要注意 有时候一想错就会写错 这样到时候就不对 来负六呢 负六 负六是多少 是负六 一些 利隆 算一下 没有关系 不要紧 现在同学注意哦 这个 六死四分之一 所以是誰的電話 那下一封天咒老師 你把關靜音就好了 來,這樣還要繼續加喔 對,要把它加起來 等一下,等一下 你的電話先改成靜音就好了 管Silence就好了,知道嗎 喔 那個 不要緊張 好了,可以了 那個八分之一把它變成六十四分之八 然後加起來等於六十四分之九 然後六十四分之九再加一 六十四分之九 等一下 那個確定是六十四分之九嗎 對啊,八分之一變成六十四分之八 六十四分之八加六十四分之一 那前面的一要不要加 咦,要加起來變成加六十四 上面分分子加六十四 加六十四 好,那所以變成是多少 總共變成是六十四分之七十 六十四分之七十三 好,謝謝 記得你的電話要關Silence 知道嗎 好,謝謝我們 謝謝許志堅同學幫我們一起來做 順便我們提醒同學 瑟老師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不要被干擾的話 就把他手機 按一下就好了 來,我們這邊謝謝志堅同學的回答 就是這個地方 他先把這個次方 因為括號有兩個次方 對不對,所以他先把他乘起來 這是OK的 所以-3乘0是0 -3乘1 -3 -3乘2 -6 那麼再來0次方的話呢 就是等於正義這個 永遠不要忘記 等一下跑掉 0次方等於正義這個 不要忘記 然後-3次方變成八分之一 他不要寫-8了 因為剛才 所以為什麼老師要問你們 因為 你一下子有的時候會想錯 想錯之後到時候 有時候你想錯寫錯到時候 就不對了 那這個-6的分 其實 你去做2的六次方當然是可以 或者其實你從一開始這裡 這個2的-3在這邊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八分之一的平方 那麼就可以變成是六十四分之一 這樣來做也是比較快 這樣也可以做下來後面的六 六十四分之一 那最後當然就變成了 是要通分一下把它加起來 所以我想第一小時這邊 我們就很簡單的把它做完 好 那麼所以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小題六十四分之七十三 六十四分之七十三 這個請同文把注意一下 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呢 跟我們剛才的 一題二的第二小題就有點像 來 1x的第二小題 √2加1的-3次方 計乘上√2-1的-2次方 那這個問題也是一樣 大家觀察一下就是說 √2加1 √2-1 注意這兩個其實是不一樣的底數 你不要看它看起來很像 但是一個加一個- 那就是不一樣 就不一樣 那而且呢-3次方-2次方也是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它跟我們的上面 立體二的第二小題類似 就是說把次方一樣的先擺出來 先擺出來 所以這時候我們先把前面的這個 根號2加1的這個地方 把它分開來變成-1次方 又配一個什麼 根號2加1的-2次方 把-3次方分成-1再-2 為了搭配我們後面的 根號2-1的-2次方 那麼這樣子這兩個 它就會變成是同樣都是有什麼 -2次方 -2次方 所以我們 主要內施的第二小題這邊請注意 -3跟-2不一樣 底數也不一樣的時候呢 我們把它先變成是相同的底數 相同的那個指數的部分 -3變成-1和-2 那麼這時候兩個-2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可以把它寫在一起 它變成的是 所謂的 根號2加1 乘上根號2-1的 複合次方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合併起來 合併起來 那這個合併的部分大概就一樣 這個根號2加1 乘根號2-1 我們去做A加B乘 A-B的計算 A加B乘A-B的計算 那當然就會變成是A平方 -B平方 2-1 就變成是1 所以這個結果就變成 根號2加1的-1次方 1的-2次方 因為這兩個相乘之後會等於1 那所以這時候1的-2次方 當然就還是1 1的-2次方當然 因為-2它其實是變倒數 但是分母是1的時候 1分之1也還是1嘛 所以這個結論我們就變成 只剩下根號2加1分之1 這邊後面還是1嘛 那所以我們這邊在最後去做一個 所謂的 有理化分母 就乘根號2-1 這個也去乘根號2-1 那所以我們的結論就變成是 1分之根號2-1 所以最後這個結果就是 根號2-1 根號2-1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的 主要內起的第二小題 跟上面立體的第二小 立體二的第二小題 是類似的一個問題 所以大家注意到 那我們為什麼這樣子來把它的次方 這個指數去做一個分開來 分開來之後 把相同指數相同次方的 先把它合併在一起 合併在一起之後 再讓它去跟前面的去做計算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就在做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特別小心 來我們下面的立體三這邊 我們大概看一下那個 看一下我們的 資料上的顯示 我們這邊就不分享 白板我們把那個 課本的檔案把它打開來 來我們看到那個 立體三的部分 老師看一下這邊 我們看到立體三這邊 立體三這邊這個算是一個簡單的應用體而已 也有點像是一個生物方面的問題 生物方面的問題 我們看到立體三這邊 他說有一個細菌的一個繁殖狀況 每經過一天 細菌在單位面積中的數量 會成長為一天前的叫做A倍 一天前A倍 現在以某日為基準日 請問五天以後 它的細菌量會變多少 三天前會變多少 那這個的狀況大家有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經驗 就是說如果說 平常你如果買的這個吐司 那個會那種 不管是白色的 或者是那種 那種黃色的 反正吐司麵包這種最明顯 假設你放在 買了之後呢 晚上可能忘記放到冰箱 就放在桌子上面 或者是書桌上 然後呢 第二天可能還好 但是到第二天 第三天或第四天 你如果一直都沒有放進去冰箱 也沒有把它吃掉的話 我們的麵包上面就會開始 有一些顏色跑出來 也許是綠色 也許是藍色 也許是這個土色 也不一定 反正就會有一些顏色跑出來 要看看你們家裡的那個溫度的狀況 那就是說麵包這種東西 它如果放在我們的室溫之下 你沒有去把它冷藏起來 也沒有吃掉的話 它就會開始長這個細菌 還會長細菌 那你會發現說你 開始長了之後 第一天 如果你剛開始看到 可能好像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然後呢 可是第二天再下去 你如果還是沒有冰起來 或者是沒有把它丟掉的話 它就會從一點兩點變成 可能是一小塊一小塊 變成好像這個這個 開始這個面積長大 然後也許第三天開始 整個麵包都是變成綠色的 那就很恐怖 所以這個就是代表說 我們的這種細菌 它在繁殖的時候 它的一個數量 成為前一天的A倍 前一天的A倍 所以大家看到下面的這裡 有一個簡單的圖 就是說 我的基準日 基準日也許 譬如說我們就講 可能是星期二 今天就當基準日 那麼你前一天星期一 後一天星期三 就定某一日為基準日的時候 這個基準日五天以後 也就是說 假設你這個麵包今天買了 你就把它擺著對不對 然後你也故意把它擺著 都不去吃它 那它可能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 那所以今天 還都沒有開始長細菌 就當作是零次方 當作零次方 那因為第二天就會是前一天的A倍 所以你到你今天為準 明天成了A倍 就變成A的一次方 以此類推 再來就兩天A二方 三天A三方 四天A四方 五天就是A五方 所以這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說判斷說 我基準日都還沒有細菌 我們五天以後 就變成是A的五次方 A的五次方 也就是說當天我們的 這個基準日當天 是當作是零次方的一個想法 所以這個地方 大家看到第一行這邊 基準日可視為N等於零 當作說它還沒有開始長細菌 就對了 零就代表沒有 那幾天後 就變成是基準日的A的N次方 對 A的N次方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第一小提問的是說 五天以後 那當然就是 你零的 零這個N等於零的時候的 後面五天 A的五次方 那所以第二小提問的三天前 三天前代表說 你前一天 從零再往前一個A倍的話 變成是A的-1次方 因為A的-1要乘以A 才會變成是零次方 所以你往前變成這個次方指數 變成是減少 兩天三天就各 差一個A 所以三天前是三個A A的-3次方 這個 差了一個-3次方倍 那五天以後 是A的5次方倍 就是看你是以哪一天為基準點 基準日之前 代表你的指數 變成-1次方 -2次方 -3次方 如果是基準日之後 我們就開始乘A 乘A 不斷的乘 不斷的乘 所以我講利益三這邊 大概就把它解釋一下 大家知道它在做什麼就可以了 那因為反拐我們到那個 58頁這邊的話 反拐58頁這邊的小內襲這裡 58頁這邊小內襲的話 他說 基準日七天以後 他的 數目會是基準日六天前的多少倍 所以這個問題要問什麼 七天後跟六天前差多少倍 那你想想看 七天後 差了A的-7次方 六天前 他會變成是A的-6次方 所以這時候 你七天跟六天 他間隔了13個A 間隔13個A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寫成A的13次方 所以大家看到我們左邊的解釋這邊 七天後他應該是A的7次方 對不對 那六天前應該是A的-6次方 所以這時候把這兩個去做一個 幾倍的話代表說 這兩個去做一個處法關係 A的7方去除以A的-6次方 那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說 反正基準日期間後 間隔7個A 基準日六天前 間隔6個A 所以你七天前跟六天 七天後跟六天前 我們總共就間隔了13個A 所以就直接去想13個A 然後是A的13次方 那這邊用A7去除以A-6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的 58個所要練習 就自己簡單的判斷一下 多少天之後 你的指數是一個正的 那多少天之前 你的那個指數是一個負的 那所以當然正的跟負的之間的差距 正的跟負的之間的差距 來我們下面的話 這個有理數指數這個 就接著看下去 一樣指數率 那這個在講什麼東西 他是在判斷說 我們要看到這裡 看到我們的這個 2的三分之一次方的三次方 可以寫成2的三分之一次方 乘以3 也就是2的一次方 也就是2 所以這句話我們要看什麼 請注意老師畫起來 就是看頭跟尾這裡 看成頭跟尾 2的三分之一次方 再三次方 就會變成是2 所以這個是在判斷什麼 今天我們如果把這個2的三分之一次方 就當成是x 我們把它看成這個是當成是x的話 就可以把它想成說 就變成是x的三次方 等於2 把2的三分之一次方 看成是x 然後把它看成是x 等於x 那這個式子就在講x的三次方 會等於2 那x的三次方 x的三次方會等於2的話 我們要去求這個x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x寫成什麼 寫成2的三分之一次方 就是這句話我們這邊所講的 2的三分之一次方的三次方 會等於2 然後會等於2 那同樣道理為什麼 三分之二的三次方 會等於2的二次方 你就把它想成 三分之二是變成 三分之一再乘以2 三分之一再乘以2 所以相當於就變成這個x 去做一個平方 那你這邊當然就變成2的二次方 2的三分之二次方的三次方 來講的話 三分之二去乘以3 就變成2的平方 旁邊2的平方 所以我們這樣要去寫這個x的一個 立方根的表示法的話 我們看到下面這邊的表示法 這裡 我們去表示法 他這個 那下面這邊用計算機去算的 這個分子 讓我們去做一個近視值的計算 這個大家看一下就好 所以我們看最後一段這邊 對於任何一個正數 a及正整數 有一個唯一的正數 x滿足 來看到這兩把畫起來 xn次方等於a 這就要請把它畫起來 xn次方等於a 代表說我們這個x就是叫做 所謂的n次方根 這個地方x就寫成 a的n分之一 也記為把根號的外面寫一個小n 有沒有看到 根號的外面寫一個小n 這樣的一個表示法 叫做n次方根 叫做n次方根 那當然如果是n等於2的話 平方根 那麼那個2可以不寫 那所以如果三次以上 那個3就一定要寫 四次方根 五次方根 六次方根 一次類推 那麼三次方根 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所謂的立方根 就好像我們在做 那個 算體積的時候寬層高 所以它叫做 那個a三方 對不對 那個單位叫做什麼立方公尺 立方公分這樣子 所以三次方 我們有的時候會用立方來稱呼也可以 但是如果是四次方根以上 這邊n如果是4的時候 或者是5的時候 他就直接用四次方根 五次方根 六次方根 以此類推 所以這邊特別強調了 這個n等於20 a根號2次方 這個2就可以省略 所以只有2可以省略 注意 只有2可以省略 3以上就不能省略了 3以上再省略就不能跟2一樣 就打架 打架 這時候我們把它稱呼為正平方根 正平方根 所以 這樣的一個模式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所謂的59月這邊的 這個市值就很重要 對於正整整整數 A及正整數N的話 整數M存在為的正數B 滿足B的N次方等於A的M次方 這時候這個B就會寫成什麼 A的N分之M次方 記號就寫成這個地方 請把它捲起來A的N分之M次方 A的N分之M次方 這樣的一個寫法 那這個叫做什麼 注意 這個指數N分之M 它變成是一個有理數 或者說是一個分數對不對 所以這邊為什麼叫做有理數指數 或者說分數指數也可以 那這個地方請注意 旁邊註明一下 當你碰到這個指數是屬於分數 或者是有理數的時候 它的這個答案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根號的答案 就是一個根號的答案 有理數指數的這個答案寫出來 它就會寫成一個根號的形態 寫根號的形態 重點就來了 根號的形態的話 那麼我們要把它的分子分分母 它既然是有理數對不對 會有分子分母對不對 那麼寫在根號的裡面還是外面呢 我們看到這裡 請同學把這句話畫起來 很重要的這個 59頁中間這裡的這句話 A的N分之M次方會等5 外面是N次方 這裡老師把特別放大一點 請注意 這個N分之M是一個有理數 是一個分數 那麼你就記得 我們在念的時候 比如說假設三分之二次方 假設A的三分之二次方 那麼我們寫成根號的時候 就從外面寫到裡面 3就寫在外面 2就寫在裡面 A的三分之二次方 那麼3就寫外面 2就寫裡面 這個請同學一定要記得 或者說你要這樣記 就是說你從左邊這個來看的話 如果N分之一次方 它代表就是N次方根 所以這個分母 它永遠是寫在根號的外面 請同學一定要記起來 分母一定固定寫在我們的 那個根號的外面 那麼所以分子的部分 就會寫在我們A的次方 所以這個地方請注意 我們的59頁的這個式子 59頁這個式子 我們請他在那邊舉個例子 例如說2的五分之一次方 我們就會寫成 根號2 外面寫一個5 那這個我們在稱呼它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稱呼為什麼 2的五次方根 我們中文就把它叫做五次方根 就變成說他看根號要開五次就對了 要開五次就對了 然後這個地方請大家注意 我們等一下特別提醒同學 這個五要寫的時候不要寫太大 很多同學有的時候 可能這個隨手一寫 這個五就寫得很大的時候 我請問你 你這個五如果寫太大 變成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舉個例子在講 寫得比較大 它變成是5乘以根號2 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當我們在表示這個 根號的形態的這個次方 這個分母一定要記得寫得小小的 而且最好是怎麼樣 把它寫在 根號這個勾起來的地方 盡量把它寫得小小的 不要寫太大 它變成是乘以5倍 那這樣就麻煩了 這樣就麻煩了 你會誤以為說是 5倍根號2 這樣就完全不對 它其實是這個5的意思是一個 是那個分母 它是變成是 開根號的次方 開了5次方根 像右邊這個例子 2的五分之三的話 所以 五分之三 所以就從外面寫 五寫的外面 三寫裡面 五寫外面 三寫裡面 這個情況會特別的注意 在寫的時候 這個五千萬不可以把它寫太大 不可以把它寫太大 所以我們在表達這一種根號 表達這些指數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的一個隨手的習慣 如果沒有寫好這樣就麻煩了 就比較麻煩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的根號的一個計算 推回去指數 就會叫做有理數指數 或者說叫做分數指數 分數指數的一個類型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來我們下面把那個 五十九月的隨後面寫 把他寫一下 那這邊把這個 這個先關起來 我們把白板開起來 我們再另外來寫一下 等一下這個放下去 看一下我們的白板 來我們請看到五十九月的隨後面寫 我們馬上直接來做一下他的那個計算的部分 來五十五月的隨後面寫 十九月這邊請特別注意我們的 所謂的分數指數 我們把口訣寫一下 就是 有理數就是分數不要忘記 當我們的指數如果是分數指數的時候 他的答案寫出來就是會有一個根號的形態 就是會有個根號的形態 只是說差別只是這個根號 裡面跟外面要寫什麼 那你就要特別注意分母的次方 就是寫在根號的外面 來我們看到那個五十九月的隨後面寫 我們看到五十九月的隨後面寫這邊 他有好幾個 我們就直接把它判斷一下 來五十月的第一個 他說將這個七的三分之一次方 去寫成根號的形態 這裡我們隨後面寫這裡每一個都是 要請你把它寫成根號的形態 這請特別注意到 五十九月中間隨後面寫 來第一個七的三分之一次方 你這樣想就是說 它就是七嘛對不對 然後它是一個三分之一次方 注意看到有一個分母三 這代表說你要去寫一個根號 然後根號的外面要寫三 所以這時候七寫完之後我們就寫根號 然後你就把這個三請注意 一定要記得寫在這個勾勾的地方 不要寫太大 不要寫太大 因為很多同學很容易會怎麼寫 後面寫一下 他就給你來一個三次方根的七 我請問你 如果你這個三寫的跟七差不多大的時候 可能你在寫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寫過去 你知道說 老師我知道這個叫做七的三次方根 但是你如果後面還有別的 比如說還有什麼東西 加什麼減什麼 然後再做什麼什麼 然後你再反回來看這個的時候 你就會想成說是不是三倍很好七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特別記得 這個這個次方根號這個分母 一定要寫的小小的 然後偏偏又不要寫到 好像類似看不到這樣 所以稍微寫小一點 寫小一點 這樣提醒自己不要寫錯 你就記得說 這樣老師剛剛講 說你這個次方 跟裡面這個數字 這兩個不要寫的一樣大就對了 就一定要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這樣比較區別的出來說 我們在寫的是更好的形態 所以這邊老師為什麼一定要把 反反開起來 怎麼樣 那個小的三 要寫到上面一點還是下面一點 都可以 來我就是要跟你們講這個 來假設剛剛很好問的說 我寫這裡可不可以也可以 反正要嘛你就是寫上面一點 要嘛就是寫下面一點 但是你如果寫中間 注意喔老師再寫一次 如果你寫中間 好假設你寫中間 那你有沒有覺得寫中間 是不是就很像旁邊這樣子 就是萬一你又有的人寫這個 數字大小又沒有控制好 你又寫在中 其實理論上你寫下面 或寫上面或寫中間 其實是都可以 你只要寫在根號的旁邊 就可以了 但是就是怕說你寫在旁邊 這裡 你又寫的比較大的時候 就會判斷錯誤 不會認為說是這個3乘上根號7 這個3寫太大的時候 就會有產生誤會這樣懂不懂 所以基本上你要寫上面 我也沒有意見 要寫中間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盡量 譬如說把大小做個區別出來 這個次方 這個就把它寫小一點 這個就把它寫小一點 這就把它寫小一點就對 代表說它是一個指數這樣子 所以要寫上面OK沒問題 當然可以寫上面 那就是說 但是不能寫太大 我想重點是大小 不是寫這個位置 所以像有的人 所以像有的人的習慣 比如我們根號來講 有的人的習慣 他可能就沒有勾起來 因為根號其實應該要把它勾起來 那有的沒有勾起來 他可能就只有這個 就變成說你這邊再去寫這個3 其實也是可以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 在動手寫計算題的時候 其實可能不會寫的那麼的準確 但是呢 重點是不要寫錯 就是怕你們到時候 一個問題不是只有一個 一個7的立方根而已 它會有別的對不對 來沒關係 OK 我們把這個時候內寫完 來7的三分之二次方 來這時候也是一樣 7的三分之二次方的時候 這時候這個7是底數 三分之二是我們的次方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就記得 反正分母的次方 就是要寫在根號的外面 所以你如果說 我三分之二 那就從外面寫到裡面 或者是說 反正不管看到分 這個分數指數 或者是有理數指數 我就先去寫一個根號7就對了 先寫一個根號7就對了 再來想一想說 這個3跟2是要寫裡面 還是寫外面 那就記得分母一定要寫外面 分子就寫裡面 這兩個千萬不要寫錯 因為一寫錯就完全不同的意思 所以你要寫外面的 假設你3要寫這邊 那麼2就寫裡面 反正原則上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這個次方 這個指數的這個數字 我們盡量都把它寫小一點 跟底數來做對照的時候 就是說不要把它寫得太大了 不要把它寫太大了 就是說 不要來一個變成 3次方跟7的2次方 這樣到底是在寫 寫72呢 還是寫3乘以根號72呢 這個有時候就會容易看錯 因為你要記得 我們真正做問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寫一個根號而已 你可能這個之後 還會在寫別的東西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假設有兩三個不同的根號在寫的時候 你這樣寫下去 就寫到後面再寫回來 第一個 如果你的這個大小的四方沒有控制 你就會以為說 我這個是不是成一個倍數 這個是怎麼樣的狀況 就會造成你的一個寫錯就對了 來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 那因為7的2次方 再來就會寫成我們3次方根的多少 49 再就把它寫成49 所以原則上我們就盡量控制在說 反正你寫次方的根號的次方 就寫小一點 提醒自己把它寫小一點就對了 來看第三小題的話 是5的-3分之1次方 我們把這幾題寫完 5的-3分之1次方 請注意就是 像這個的話 它又有負的又有分數指數對不對 那麼怎麼辦 一樣我們就是先去想成說 看到負的它就是去想成什麼 看到負的就是想成导數 所以這個減號的部分我們先框起來 就是 你是減號 代表你的指數是負的 就會有一個導數 好那麼誰的導數 變成是5的3分之1的導數對不對 5的3分之1的導數 那麼才去寫成什麼 我們才去寫成叫做 這個5的3分之1次方 再去寫成3次方根的5 3次方根的5 還是一樣把這個3記得寫小一點 這個5就記得寫大一點 這個3寫小一點 這個5寫大一點 這樣子 這樣就不會考錯 這樣就不會考錯 來我們看到我們的第4小題 5的-3分之1 5的-3分之1對不對 這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一樣這個減號圈起來 它就是一個導數關係 再來5的3分之1次方變成是 我們的根號的形態 5 然後呢外面是多少4次方 裡面是多少3次方 外面是4次方 裡面就是3次方 然後呢 這時候就可以把它再去寫成 4次方跟125 有沒有發現這個4次方 你就記得要寫小一點就對了 跟底數來比 一定要比它小一點 同理5的3次方 這個3也是要比這個底數小一點 那麼我們就知道說 你在寫的這個4啊 3啊 是回來我們這邊的這個 叫做指數的部分 指數的部分 來最後一個 我們把它寫完 第5小題是2的0.5次方 2的0.5次方 那0.5的部分的話 沒有問題 它就會寫成2分之1次方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平方跟的2 這平方跟的2 這個應該蠻好寫的 這應該蠻好寫的 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今天因為是D老師那邊有點事情調課 所以我們就把它 那個 變成我們下禮拜一的那一節 我們在D老師會在上會 來地理課 那麼大家記得要把 這個功課準備一下 我們明天會先做表彈考試 先做表彈考試 來我們這邊就請那個 好 謝謝